夜晚的戏班出现了怪事 大半夜有人在戏台上唱戏 当副班主出去这么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大家好 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 人下鬼 非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吗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有一个戏班子 到穷乡批壤这么一个地方演戏 该说不说 那时候的舞美效果 比现在很多演出都要震撼得多 演出完毕之后 咱们的班主应酬 负责接收劳务费 要说这里的人呢 是真有钱 钞票一打那打的给 经过一天的演出 戏班子晚上也要睡觉休息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 英叔他们发现 所有人都躺在一片坟地中 昨天给的那些钞票 竟然都是纸钱 这扯淡不扯淡吧 时间一转就过了很多年 当年的英叔 现在变成了副班主 也带领着一群年轻人 到各地演出啥的 听英叔跟他们讲故事 根本就不相信 终于 戏班子来到了要演出的小镇里 像这些年轻人呢 在没有成为爵之前 都是住集体宿舍 咱们的男主之一的小伙子 叫做阿贵 一天天的满肚子心机 就爱耍小聪明 这天晚上 阿贵的两个小伙伴 在外面溜达的死后 在没有人的地方 打算解决一下生理问题 结果他们要在一个骨灰坛子上 本来也没有在意 没想到人家骨灰坛子 竟然说话了 给这两个小伙伴 吓得人是好好的往回跑 阿贵就说了 你们已经是得罪人家了 赶紧买点烧鸡水果啥的 给人家赔礼道歉呢 于是 其弄一个小伙伴 就赶紧去给骨灰坛子 赔礼道歉 其实这一切 都是阿贵在恶出去而已 给小伙伴耍的那是团团转 最后被小伙伴发现 你们这帮王八蛋 简直是太过分了 第二天 戏班的开始开箱仪式 英俗带领大家 开始祭拜华光祖师 保佑戏班的开箱大吉 万万没想到 上面热热闹闹的 竟然打扰了下面的鬼 在戏台下面住的两只鬼魂 其中有一只是窝囊鬼 他天天被另外一只鬼大哥欺负 只要心情不好 鬼大哥就揍窝囊鬼 这也太窝囊了 于是窝囊鬼就来到了人间 就在这个大大夜的时候 英俗正在整理戏服 忽然听见外面戏台上 有人在唱戏 你还真别说 唱的还挺好听 哎呀 我说命运啊 啊哈 生存啊 啊哈 命运啊 啊哈 英俗出去一看 这也没有人呢 所以英俗就以为 阿贵这帮年轻人在恶作剧 英俗这边虽然没有啥事 但可是戏班的台住 佳哥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毕竟人家是台住 就相当于现在的流量明星呢 所以时间管理这方面 肯定是有一套的 白天唱戏 晚上大半夜 还能去拯救一下苦海中的妹子们 潇洒回来之后 还要回来看看书 学习学习 结果就发生了不对劲的地方 房间里面的凳子 竟然会自己动 你说吓人不 喝茶的时候 茶杯也能自己动 你说奇怪不 然后还出现了一些吓人的东西 给佳哥吓得够呛 其实啊 还是阿贵带领小伙伴们 再饿出去 当然了 后来佳哥也发现了 到底是咋回事 第二天给这帮小伙子 那是一顿熟悉 连我你们都敢耍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太烦了 多亏了英俗及时出来劝架 你们都给我一个面子 别瞎得瑟了行不 就这样 晚上演出时间到了 佳哥生气归生气 那还是有一定职业素养的 阿贵负责给佳哥当配角 之前那个窝囊鬼 也来到了西班人的后台 要说他还是一个调皮的窝囊鬼 在后台开始捉弄这帮人 演出的演员们 把后台这帮人捉弄的差不多了 又来到了戏台上 佳哥和阿贵 正在上演西门庆和武松 本来应该演到 武松杀死西门庆 然后佳哥就下台休息 结果被这个窝囊鬼捣乱 打了半天也杀不死西门庆 这给佳哥气的 你这个小徒子 是不是玩我呢 最终还给佳哥一个大飞踹 直接踹到了台下面 佳哥也不好意思当场发火 只能老老实实的退场 虽然佳哥不能在台上发火 在台下可不能惯着你臭毛病 对着阿贵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要不是别人拦着 阿贵肯定要挨揍 本来呀 这个事情暂时就算是过去了 晚上阿贵他们几个又嫌弱难受 打算装鬼吓唬吓唬小伙伴 窝囊鬼觉得好玩 也加入他们恶作剧的计划中 果然给小伙伴当时就吓唬了 不过阿贵他们也反应过的 咋多了一个人呢 这一看才发现 这是闹鬼了 大半夜他们就赶紧去找英叔 说这里闹鬼 英叔听了之后就明白 还给大家普及一下鬼闻是咋回事 根据英叔的分析 在这里的鬼应该不是恶鬼 所以没啥事 顶多就是捣乱而已 大家早点睡吧 就这样 窝囊鬼在英叔睡觉的时候 本来打算求他办点事 结果佳哥又喝多回来 打断了窝囊鬼的事情 于是窝囊鬼就说了 非要好好的收拾一下佳哥 佳哥现在可是喝的迷迷糊糊 五米三道的 本来窝囊鬼以为 能好好的整整这个佳哥 没想到整了半天 不断没有整到佳哥 还被人家一顿整 想要吓唬吓唬佳哥 反而被佳哥用面具吓了一大跳 窝囊鬼一看 我整不了你 那我就把你的衣柜整乱 就这样 第二天佳哥来到后台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衣柜被弄的乱七八糟的 当时他就以为是阿贵干的 所以说啥要揍人家阿贵 阿贵也是很懵逼啊 我昨天真没有找你 窝囊鬼一看 这个事情不妙 想要拉架 这一拉架大家都看明白了 这是真的闹鬼啊 窝囊鬼还上了佳哥的身 又唱又跳又趴高 戏班的班主 让手下赶紧拿童子尿 这啥把窝囊鬼逼了出来 这个事情 现在都已经很明朗了 英叔决定要演出戏 看看这个窝囊鬼到底要干啥玩意 英叔坐镇 带领年轻人们在大巴夜开炉 演一出包工断案 让窝囊鬼出来申冤 果然窝囊鬼现身 说自己三百年前被碎尸万段 尸骨不全 希望可以把他的尸骨收集起来 然后找一个地方安葬 这样他也可以投胎啥的 窝囊鬼的尸骨就埋在戏台下面 不过还有他鬼大哥的尸骨也在下面 他还没等说完 家哥又喝多回来 把窝囊鬼吓走了 既然这样 大家就在戏台下面挖尸骨 把所有的尸骨都收集起来之后 找了一个风水宝地埋了 本来大家以为都没事了 家哥和小伙伴们都和好了 整个戏班子都是其乐融融的 班主还决定 宴请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高兴就好 万万没想到 事情还没有结束 在后厨做饭的大姐忽然被袭击 然后在外面吃饭的大家伙 也被袭击了 明明暗战了窝囊鬼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阿贵很生气 直接挖出了刚刚埋葬的尸骨 就你这样的窝囊鬼 我们帮你简直就是瞎了眼了 听到阿贵这么说 窝囊鬼也不愿意 你说我啥都行 就是不能说我万恩负义 你们明明把人家鬼大哥的尸骨拿走了 现在鬼大哥很生气 马上就要来整死你们 这种小场面 英叔根本不在在乎的 僵尸王 戏鞋鬼王 啥王 咱们英叔都盘过 所以英叔让大家用黑狗血 准备好天罗地网 只要鬼大哥敢来 咱们就敢让他走不了 就是黑狗可遭罪了 英叔这么多年 得整死多少黑狗和公鸡啊 还真别说 鬼大哥还真来了 不过他一进来就有点后悔了 这到处都是黑狗血网 英叔和阿贵 他们还扮成了中魁捉鬼 鬼大哥一看 哎呀 这是正好中了人家圈套 妄争捉鞭呀 英叔让年轻人去收拾鬼大哥 他自己还有绝活 那就是喷火 鬼大哥这一时间 也是焦头烂额 不知道咋整 一边要躲着周围的黑狗血 还一边要躲着阿贵他们的攻击 还要一边躲着英叔这边的喷火 本来英叔他们是占据主动权的 万万没想到 英叔一喷火 悟伤了年轻小伙们 这回鬼大哥才看明白 整了半天 你们在这跟我演戏呢 咋的 把我当过小事了 看你们演员诞生呢 鬼大哥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今天要是不整死你们 都白下我这造型了 英叔虽然会点功夫 也不是人家鬼大哥对手 就算你们一起上 也干不过人家 这可咋整啊 鬼大哥发飙 咱们小命不保 关键时刻 还是英叔他们供奉的 华光祖师显灵 二话不说 直接整死了鬼大哥 这是高手 连现身都不用 英叔他们都安全了 电影呢 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咋到你呢 如果半夜你忽然听到 有人唱歌 别害怕 那是你隔壁住的女主播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默默了